嗨 大家好 我是巫瑋 今天來教你上戰場之後的各種應急處理 首先你看到這一顆 現在什麼情況 它錯成了 卡死了 當然不是每顆高階都會這樣拿 只是越速解的方塊其實訴求就是 要容錯大嘛 軸距要大嘛 你就有可能會變成這個樣子 你也不要說是方塊的問題 其實是你的手法有問題好不好 來 遇到這樣子你怎麼處理 你先觀察一下哪一個零件壞掉了 它不在它正確的位置上 你這樣子左右比對一下 這邊都很完整嘛 然後就這個 跑掉了 所以你可以看它是在這個地方 它是這一顆 中心角 但是呢 它為什麼不在它的位置上呢 因為它被轉了一個45度 所以它無法回到它的位置嘛 那你就要看 那這個我要怎麼把它轉回原本的角度 它是要這樣轉還是要這樣轉 不會看對不對 你去觀察一下 像它下面這裡多了一片 這塊 這塊 這塊叫什麼 卡角嗎 它應該是要在什麼地方 如果你把它轉過來 逆時針轉的話 它就會往這邊卡進去 其實是卡得更死 所以你就知道它不是這個樣子 你看喔 你還可以觀察像這種圓角的方向 像這個地方是這裡比較遠嘛 這裡比較遠 所以它其實是 原本的位置 然後它被逆時針轉到45度嘛 所以你只要找到原因了對不對 先處理它 把它轉回來 把它轉回原本的角度 然後你再看 角度對了 為什麼還回不去 它跟什麼卡到了 跟這個卡到 它壓到它上面去 好吧 拉回來 拉回來 好 拿回來了 再來看 旁邊的這兩個呢 又被推開了 好 被推開怎麼辦 它其實是因為 它轉回來的時候 它應該 這一片它應該要在 這個卡角的上面 可是現在沒有 它們變成同一層 所以你把它往下壓 好 來 把先處理的 能處理的先處理掉 好 我們剛剛最大的那一個 位置回去了 可是呢 回去的過程中 我們把這個卡的更 更歪的先把它拔出來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你不太可能 在那個地方直接處理 我們先把好拔出來的拿掉 先讓這個很難處理的 先回到原位 那我們再來看 這個後來要怎麼放回去 這是一顆6階嘛 像這種你看到 它裡面有隱藏的零件跑出來 有沒有 這個要先把它放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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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你要先觀察 它要放在什麼地方 好來 準備一個像這樣子的工具 會比較順手 好 來看一下喔 你盡量用轉的 先觀察一下 你看 它有一個小T一個大T 好 那你就看 它應該要壓在它前面後面 其實如果你不知道 像我不知道對不對 我就先壓看看 因為這個比較不會斷 這裡很容易斷 所以這個我們不要隨便亂壓 對不對 我們先壓這種 看起來比較不會斷的零件 好 我們先把它放進去 放到那個地方 然後我們裝裝看 來 卡卡看 看進不進得去 看起來好像不行 有沒有 看起來好像不行 好 為什麼 就是它位置不對 所以它應該要在 它的前面 好 我們再把它拿出來 拿出來 這一次我們要 從另一個方向去放它 好來 它的洞流出來了 有沒有 它的洞跑出來了 好 又跑進去 來 不知道怎麼處理的話 那也附近就把它拿出來 好 來 這個是小T跟大T 那誰小誰大概就不知道 有沒有 不然你才知道原來它是要 壓在它上面的 有沒有 像這樣子 好 那你就這樣一起把它放回去 很難耶 不要一起放 分開放 先放前面的 先放靠近中心的 好 這個就很好放 放進去 好 方向的話也顧一下 它的弧形 弧度是這樣子的 你不要放反了 從旁邊 壓進去 好 進去了 這邊就很好進去 然後工具推一下 好進去了 好 再來 接著就依序 從最裡面往外面放 這個 好 放進去 來 來 這幾個你不知道怎麼看方向對不對 我們先看 一左一右嘛 然後這個是在這個地方 它就沒有方向線了 我的話我可能會先選擇 先試試看放這個 因為放下去如果你左右不對的話 你會發現很難進去 就把它拿出來再重放就好 好有沒有很順利就進去了 所以這是對的 那這個就在這裡 好 最後就放這個 這個最容易放 它也最容易噴 好現在講一下這個方向好了 來 你在插這種 像高階零件的時候 你要觀察一下 它哪個地方是最脆弱的 因為很多 比較不熟的 玩家在放這幾個 特別長 特別細長的零件的時候 它會 壓抬大力斷掉 這個就是你要自己要 小心啊 你就要順著這個 形狀 順著這個形狀 它是長這個樣子嘛 所以裡面一定有一個容納 這個 這個彎來彎去的這個空間 可是它不會是直上直下的 那你怎麼放 像這樣子就是 從這邊 進去的時候 往外面拉一點 再推 再拉 再推再拉 那如果你沒有把握的話 怎麼辦 它就教你一個大絕招 把這邊放鬆一點 把這一層 全部把它放鬆一點 讓這一層的軸距是可以 稍微再被拉開一點點 那你在壓的時候呢 兩邊的那個 零件它就可以稍微鬆開 讓它進去 再把它鎖緊 這是一個方法 可是你要 反而就是變成你要小心 不要轉太鬆 像你自己就抓嘛 轉個 放鬆個兩圈嘛 半圈 再半圈 再半圈 好 一圈半的意思 好 它就拉得比較開對不對 這個時候就來壓 因為很多人 它掉了一顆 它就覺得 這個它不會需要 要寄回來 可是覺得你 其實自己就可以處理了 或是說你應該自己 學著處理 因為這不是方塊的瑕疵 這個設計本來它就是 長長這個樣子 那你在 有些不當 濕力的情況下 它才會 噴出來 可以自己處理的話 就最好 看很輕易就進去了 好進去之後 再把這一層再 鎖回來 原本的鬆緊度 OK 就這樣子 這邊算是 比較簡單的硬直處理 然後兩邊拉一下 看是不是有哪邊 特別鬆的 有特別鬆的話 就把它再鎖回去一下 好還有像這樣子的 這個也蠻常見的 就是這一顆 或是這一顆 噴出來 好你觀察一下 它的走向 如果你兩顆都噴出來的話 那你自己去看 是哪一顆在左邊 哪一顆在右邊 盡量是從裡面往外面 裝出去啦 它長這樣子的形狀 有沒有 你觀察一下它的零件的走向 對怎麼進去 絕對不會是直上直下 對不對 就是要 繞過那個勾 然後裝到裡面去 這樣子 好這樣子 進去 欸 好 怎麼那麼簡單 就這樣 很簡單吧 我們來看一下五階 錯層 長什麼樣子 五階錯層 這個其實還好 有時候嚴重一點 你會發現 某一面它是四顆 某一面變六顆 來觀察一下哪邊少了零件 看到沒有 1234 不對啊 12345 12345 好 它跑到了 它原本應該在這個地方 這顆 在這個地方 可是它跑出來了 那這個時候 你把它壓回去 壓回去 欸 一下就處理好了耶 你在那邊弄半天 弄不回去 其實你只要找到哪一個 跑到不對的位置 把它放回去 那其他零件 自然就會歸位 就是這樣 所以真的卡到 不要緊張 冷靜 找到哪一顆零件是錯的 把它放回去就好 有沒有很精彩吧 看一下什麼情況 感覺像是要去做牙齒矯正對不對 來 這一個 它應該要在什麼地方 你不確定它在這裡或在這裡 對不對 就自己試試看 因為你感覺它壓不進去嘛 你這邊拖開 要進去是進不去的 所以表示它不在 它不應該在這裡 它不應該在 它這應該在這裡 有沒有 那你就再來 一個一個來推 然後再推 當然這個推的過程 有可能它會被推出來 那這個就依照剛剛我教的那個方式 把它再裝回去就好 其實它推出來反而比較好處理 它推出來反而比較好處理 那你如果想要不推出來的話 你就是在裡面處理 把它按 沒有 這邊跑掉了 雖然看起來 剛剛後面是亂的對不對 可是其實你前面這邊處理好 後面自然就會跑回原來的位置 有沒有 就是這麼簡單 好的 以上就是這個 我剛剛講的 戰場上 一些常見的 錯誤狀況 應急處置 應急就是你想要盡可能用最快的速度 把它處理好 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大部分情況就是 不會超過那 剛剛講的那幾種 那如果說你還有遇到一些 你無法馬上處理的 也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 那我們再來研究一下 可以怎麼樣來簡單的做教學 OK 我是吳瑋 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加油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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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